透過閱讀可以穿梭在不同世界 探索如海洋般廣闊的知識 也激起了每個人心中文化與思想的浪花 總統蔡英文為台北國際書展開幕站台 強調這是多元文化洋流交會的重要時刻 台北國際書展為我們呈現浩瀚的書海 也是多元文化洋流交會的重要的時刻 很高興今天可以和這麼多的愛書人 以及出版業界的好朋友 齊聚一堂參加這一場盛會 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 閱讀的方式和媒體也正在改變 為了鼓勵數位閱讀 促進出版業的數位轉型 文化部已經擴大數位出版的補助 並且在去年推出了 擴大電子書記 即次借閱服務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之下 每一次的借閱都能夠回饋給出版社跟創作者 促進了數位出版和閱讀的正向循環 那麼這項服務上線以後 使用人次就要去年同期成長了兩倍 另外政府也透過優化圖書館的圖書採購 以及增進實體書店的營運等策略 支持實體書的產業和發展 文化部也以文化黑潮計畫 讓台灣的文化和藝術持續走向世界 還有我們在去年推出的文化幣 今年有更擴大適用的對象 從16到22歲都可以領 我們也要在這裡宣傳一下 在書展用文化幣買書 還有點數加碼的回饋 臺北國際書展是東亞地區在開春之後的第一場國際書展 今天在現場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大使和代表 各位都是多元文化的招攬者 豐富了臺灣還有我們臺北的國際書展的知識力和文化力 今年的書展主題是荷蘭 荷蘭與臺灣是共享自由人權價值的民主夥伴 我相信透過書展的交流 我們雙邊的夥伴關係也會更加的緊密 臺北國際書展是臺灣出版界的一個年度的盛世 從1987年開辦到現在以來 其實非常感謝我們國內所有出版界朋友的支持 因為臺灣這種尊重創作的一個自由 還有一個多元社會的一個發展 我想臺北國際書展是當前 華文世界中最多元最自由的一個書展 這部分是毋庸置疑的 那今年的書展主題我們是閱讀照浪 那主題國是荷蘭 所以這邊文化部也要特別感謝我們荷蘭官方 還有我們駐台代表處的一個協助 精心策劃了一個非常豐富的展覽跟多場的講座 也邀請到荷蘭當代非常著名的重要的作家能夠到臺灣來 那我想在這樣的一個國際書展的一個文化交流平台上面 這個是可以讓臺灣跟荷蘭從1624年當時400年前的相遇 那在今年我們可以重新用出版用文字能夠在這個平台上再度的重逢 那也可以讓我們台和之間的認識跟交流更深一層 我想因為台北國際書展它不只是一場書展而已 它其實是臺灣的這個文化創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場盛宴 而且是一個連續六天的盛宴 它是一個它是這個 Spotlight of our creativity 是我們文化創意產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探照燈 讓我們看到了我們長期的積累 還有這個新的創意會不斷的產生 它也是一個這個beacon of our future 其實對於我們未來文化創意的產業可以在如何的這個生根 如何的發展 那在我們在這個書展的現場也都可以看得到 雖然這個市場會起起伏伏 其實持續讓我們能夠走下去的力量 就是看到不斷的有心血 不斷的有這個新的能量爆發出來 大家聽到這個現在現場的聲音 它已經越來越大 其實都是書展的人潮 還有其實書展它也是一個good business opportunity 其實台北國際書展就是臺灣向全世界講述我們臺灣故事的第一站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歷史的文化的 還有我們新的這些故事 都不斷的訴說出來 而且透過各種的轉譯各種合作的機會 它都會在這個書展裡面發聲 慢慢的延伸向這個世界 讓大家更認識臺灣的這個故事 台北國際書展20號到25號在世貿易館展出 來自34個國家與國內共509個出版單位公司參與 亮點啟發 像是主題國荷蘭採用可回收材料 打造綠色展場 周圍環繞複製真本古地圖 公民書區把旋轉木馬 咖啡杯 海盜船 雲霄飛車直接搬進書展 帶給大家充滿歡樂氛圍的獨自樂園 數位主題館邀請讀者透過親身互動 打造專屬於自己的冒險之書 先一開始進到這個畫面 我們就直接點擊進到我們的森林裡面 那我們要進到這片森林的話 因為不太確定它會有什麼樣的挑戰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在每一個選項中 去找尋我們的能力跟冒險 然後希望可以在最後打敗魔龍 然後我們就即將開始成為未來森林的勇者 然後當我做完這些選項的時候 AI就會開始分析我的書本的內容 以及我的封面 然後如果我們有輸入我們的E-mail 那我們所有的內容都會在10天後 上架到電子書的平台 讓觀眾可以去領取看到它的完整書封 主辦單位為鼓勵民眾進場 推出多項優惠 包括展場門票全額抵佣金 用文化幣 正點 高鐵票免費入場 以及消費滿額送好禮籌集票等 邀請民眾參與一場盛大的知識饗宴 記者汪君 台北報導